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能源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点51分 加权指数今天跌了40点 40点不多 昨天涨11点 昨天亚洲股市都跌我们涨 昨天大陆跌了2%多 今天亚洲股市都涨 今天亚洲股市都涨 今天都涨了 反而变成是我们下跌的 很有意思 正好跟人家颠倒走 那在礼拜五的节目里面 我也跟大家预告过 你要提防外资拉高的调节 尤其在台子期的部分 因为外资持有台子期 57000几点太多了 所以昨天台子期一度涨了69点 收盘下来 剩下小涨15点 今天台子期又跌 今天台子期又跌 很明显外资有在做偷跑的动作 外资有在做偷跑的动作 五万几点起来这么多了 会怕啦 会怕啦 所以外资昨天也卖台积电 卖了4000多张 今天台积电一定都是卖出的 所以外资的动作你们要小心 昨天大陆股市 大陆主动挑起跟美国的贸易战 结果自己跌得更深 大陆昨天更跌更深 创新底跌2%多 还好美国不为所动撑住 雪上今天亚洲股市有全部回撑的机会 你看美国打大陆 大陆趴下去 现在大陆回击 美国撑住了 因为美国如果被大陆给打下来的话 那全球就麻烦了 那大陆撑住之后 美国撑住之后 大陆今天也顺势做强烈反弹 因为大陆今天发布了一个消息 首批的养岛目标基金 首批通过 获得批准 可是获得批准 不可能马上就出来吧 对 可是市场感受到这股气氛 长期的买气 长期的资金有可能会进来 所以大家今天开始抢大陆的股票 可是你要注意啦 如果贸易战没有结束 这个弹都有限 都只是板弹而已 今天欧洲股市跟着亚洲股市一起上来 但重点在个股 你不要看大盘这样子 你就认为谁被买就OK 重点看个股啦 今天大盘的部分 台积电弱势 大力光今天也弱势 是跌了115元 红海今天也跌 所以今天大盘注定起不来的 今天比较强的地方在被动元件 早盘的节目里面我就跟大家报告过 今天被动元件 发布7月营收跟财报 受理不败有机会做出表现 你看国具 2492 华星科 3026 对和生堂 奇力薪表现都不错 可是这些股票却是在7月份跌最重的 你看242327国具 你知道国具光是7月份 45% 外交45% 华星科光是在7月份 48% 48% 这也是46% 一个月 一半的财产不见了 都可怕啊 所以我不喜欢追高 原因就在这里 追高风险大 买底部很安全 哪怕赚钱的公司 你追高之后 你看2049 这个业绩没问题啊 问题股价从530跌到这里 已经腰斩了 还起不来你看 所以不管好公司坏公司 涨高都是风险 行经理再好的公司 有涨都会有跌啦 大力光那么好的公司 涨到6000之后 他还是回到3000 腰斩给你减 所以不要去迷信那种涨很高的股票 那个都是危险的 反而底部机有股才是能够让你安全的 你看大力光 你资金部位大的 300 3000下去 现在我回来5000 你还贪很多 对 赚了七八成 所以不要去过度最高 像林肺炎一样 买底部机有股 这个行情一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第25天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预告过了 接下来新的25天循环 完全都在个股身上 因为财报的关系 你看这段时间 被动元件 全部都逆势大跌 哇 今天起一天而已 是不是被跌的都那么深 包含我们放空的股票 第5基金半 对 3508位数也是 都一路跌 所以这段时间的 招集和我说的同样 完全都是个别股 完全都是个别股 完全都是个别股财报 你挑基本面好的底部的台积电 你们没兴趣啊 股本太大了 你知道一档台积电 占了指数300多点啊 大概占了60% 那你嫌这个股本太大 行不太贵 2409友达也不错啊 友达这一波涨幅20%了 外资买了快50万张了 3481群创 也涨了15%了 外资买了20几万张 终于是可以让你按全买的 安心买买的 欢喜贪的啊 对 底部肌肉股就有这个好处啊 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看不起眼 你看1102亚尼也是啊 我在讲的时候你们都没兴趣 可是事后一看 哇 要50% 要50% 2408南亚科 我昨天跟你讲 两日之内会见低点 今天哎有开始上来了 还不够明显啊 这里还要再打一下底部 最近底部要注意 这个是获利很好 股价在底部的个股 你要做多少 尽量找这方面的股票 要放空找那种业绩很烂的 高档的 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发布财报也只有一百一十家而已 上市会一千六百五十家 剩一周而已啊 剩一个礼拜而已哦 竟然绝大多数都还没发布 只发布了一百一十家的 所以后面会密集的发布财报 完全回到个股身上 跟大盘没关系啦 跟大盘没关系 你不要去看大盘涨跌 那跟你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是在个股身上 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买两个极端 买底部的GEO股 空高档的GX股 你看空的股票 这不都是夹一个很厉害的 这还跨越线的帮下去 对不对 这也很好打哦 对今天也是当充占了大多数 可是这些 都涂到吗 透到这支涂到 这支涂到 这支涂到 这支也涂到 透到都在上面 这支没关在 但只要碎碎了 清不当充 到时候大盘如果下 直接崩下去就很快 对 3508位数也行 我专门扛这楼 专门扛这楼 专门扛这楼 专门扛业绩很烂的 股价涨很高的 这个下去都很快 你看包含 我扛的GEO 因为我都公开的 我也不怕你看 我也做什么事情 不怕你看的 有没有 会赚科 买扛乱 你看业绩这么差 培建的公司有什么在 有什么条件在80块的 套牢一出现之后 帮来很快 要打底 宣德也是 62-63空的 今天创新地 55块 位数 附庭我们做过一次 55空 48步 因为他要进入旺季了 等到旺季到尾盛的时候 要空再来空 心通 333是空的 今天纯31 这也够很厉害 也是业绩很烂的 很难得赚到五毛钱的公司 根本就没什么生意 对 宋刚就不用讲了 第五期停办了 你看业绩这么差 空业绩烂的个股就是这个好处 空业绩烂的个股就是这个好处 跌起来很快 对 加零我们进入加码空 进入加码空加零 上星期六十块空的 你看这种公司 根本就没生意 对业绩这么烂 你凭什么股价 把他炒到七十几块 第一波来不及空 反弹第二波再来空 因为套牢形成之后 反弹第二波再空 这个月线到时候破下去之后 这也崩下去 这也崩下去 你看他以前十几块二十块 这两年炒高 有基本面吗 你有基本面炒高就没意见 你没有基本面 把他股价从一二十炒到七十几 这个到时候一下来之后 会不会重新回来一二十 真坏说 对不对 主要空空中股票其实最安全的 接下来财报期间 你可以像我一样 但如果说你有你自己的一套方法 也很好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不妨像零的也一样 买在底部GEO股 空高档的GX股 那两边到底来做 这最坏啊 认同我这种方法的 来找零的宴 那到底来探计 我们的富山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明天见 投资风险 明天见